欢迎回到城市搜查线 哈喽大家好,我是于婕,那欢迎大家来明里 那明里很特别是从日本的昭和时代种烟草,种到民国89年 那将近有70年的烟草产业的历史 在这边,那目前仅存就只剩几栋烟楼 那我这边就是其中一栋完整的烟楼 那明里除了烟楼之外,其实他日常生活就是 就是以农室为主,对 那我们就可以坐着乡搬运车到村庄去走 然后还有土地公庙跟另外的那个 福菌 福菌,还有双拼式的烟楼 对,去走 讲到这个烟楼,我们其实很好奇 烟楼的意思是说,它在这里是造成烟丝吗?还是怎么做? 就它是从烟田采收完,然后把它搬运回来到烟楼这边 烟楼的功能是什么? 就是烟楼算有点后置的加工,加工厂,小心加工厂 就是它挑烟,也熏烟,然后最后打包成型 把它变成一页一页干干的烟叶这样子 然后把这个烟叶交给公卖局吗? 对,就换钱回来的,就很简单 所以在古代做烟叶应该是赚钱的行业 对,以前种烟草的家户都还蛮赚钱的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复制的铁,几乎都是水稻 对,就是后来因为WTO还有整个专系 因为烟草的人力成本很高 对,就是有点不服成本 后来大家就改成水稻 因为现在就是讲求机械化跟效率这样 对,大家就种水稻 明里这边您刚刚讲到说 有烟楼,然后有那个浮浸 我们一般看到的那个水浸都是在下面的 可是它的浮浸是 它也是在 好像桥一样的 它就是主要是 离田很近 但是它是浮在空中 就是浅浅的啦,浅浅的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来探观一下 而且这边青农还蛮多的 对对对对 好像有在讲说 要来做一下明里这边的深度体验 所以找这个农家的车子 农家备 就是开着我们讲农村的宾室车 载着游客走村庄这样子 还蛮好玩的 是是是 所以像这边民宿来这里居住体验的人 现在应该也越来越多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说能够回归自然嘛 对,就是有点反普归真 类似这一种 那既然来到了农家 既然来到了烟楼附近 当然这里的特色小吃 也要体验一下 好,我们就除了我们有住宿 那体验 体验的话就是做那个豆浆的客家菜包 菜包的皮我们是加入豆浆去揉成 面皮 对,然后去包了我们在地的像段木香菇 对,就把它制成就是一个客家菜包 客家菜包 所以其实我们来这边体验 可以做DIY的菜包 然后也可以在这边用餐 对,用餐我们就是有农家菜跟那个豆浆果 这两种 我在最近有看到白鬼夜行 跟烟楼其实也有关系 虽然说不是在明里 这个活动是不是也请你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白鬼夜行每年大部分都八月初或八月中 大家扮成鬼去参加那活动 那据说很像是 凤梨那边有一个村庄 就是有一个井 然后很像有鬼故事 就是很像井有跑出鬼 就是他们是从那边有发响 对,然后就 之后大家就可以扮成鬼 在那一活动当天就去参加活动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在我们花莲地区有很多很好玩的小游戏 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 在什么时节你可以玩什么样子的游戏 但是走访这种花莲在地 一定要亲自到农家住一晚 然后吃一吃他们的特色小吃 然后逛一逛田野 你才不枉来这里玩一趟 那你是不是给我们大家邀请一下 对,那就欢迎大家有时间 今天欢迎来花莲复离这边走一走这样 谢谢余杰,谢谢你 谢谢 除了名里烟楼的客家菜体验 控油也很有趣哦 我们来听一小段 一和田、廖素玲理事长的解说 正好今年罗杀在推旅游 就是农油活动 所以我们在想说 把那个摇烧跟农油活动串联在一块 那我们现在先来介绍我们今天摇烧所用的木材 那它今天所用的木材是由我们的香丝树 那由香丝树下去做裁切之后 下去是焖烧木炭 我们一般会再把它裁切成一节一节的去种香菇 那种完香菇之后 我们会去做我们的柴烧煮饭 像我们今天饭桶里面的饭 就是用香丝木头煮出来的饭 它这样子煮出来的饭 会有一个香丝树的香气 这就是我们香丝树的来源 那这样子香丝木炭也不会 就这样子种完香菇就浪费了 我们在地其实我们在地生产 不留三宝嘛 就新增香菇跟我们的水道 那再来就是我们后面有我们农友所种的香菇 那我们今天摇烧里面的食材 里面有鸡 有地瓜 有玉米 还有 我们的酥 就是我们的乳猪肉 就是三层肉 然后里面 还有我们的蛋 还有那个南瓜汤 南瓜猪菜汤 我们之前也用南瓜排骨汤 但是我觉得南瓜排骨又有猪 就有点复杂 所以我们就跟他用成 比较清淡的一点蔬菜汤 然后这些食材 都是取之于我们当地的农友 我们是希望食物林里程的方式 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样的体验 那这些农友 他们所种的食材 不用再到市场去被层层剥削掉 那可以透过我们这样的方式 来去做另外一种呈现 其实对我们来讲 都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请您持续锁定 我们马上回来